大家好,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今天为您带来精彩视频 心动的信号四,骗人的大结局,九个人成了三对 导演不小心把剧情泄露引发热议 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勇敢去追求,不然的话错过了就会成为遗憾 虽然结果可能让自己意想不到,也许会成功,也许又会失败 但是只要自己做了,就不会成为遗憾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勇气走出第一步,最终错失了机会 更是给自己留下遗憾,这种遗憾可是一辈子都没办法弥补的 心动的信号四收关了,不知大家最近有没有追看心动的信号四 这个节目呢,在这个节目播出以来,观众的关注度非常高 甚至是引起的热议话题也都非常多 有关注的这个综艺节目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如今这个节目也终于迎来大结局了 本以为还要等一个星期才能够看到收关 没有想到提前播出了 不过在心动的信号四收关的时候 更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最令人期待的估计也就是马泽佳在孔汝纯和红橙橙之间如何选择了吧 要知道马泽佳一开始追求的人是洪橙橙 因为洪橙橙的一句话,马泽佳也会尽力去做到 不过因为孔汝纯的加入之后,马泽佳就有一些犹豫不定了 一个是自己理想心的女孩子 而另一个则是自己相处得来的女孩子 也就是因为马泽佳的悠有寡断 同时也伤害了两个女孩子 因此马泽佳也都被观众给骂惨 虽然说当时马泽佳也还没有跟洪橙橙确定关系 两人相处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 所以她想要多了解孔汝纯 这自然也是情理之中 不过在观众看来,马泽佳就是太多情了 对待感情也有点不专一 心动的信号是九位素人嘉宾成了三对 自从孔汝纯加入了心动小屋之后 马泽佳可是被观众给骂惨 而孔汝纯也都没有好到哪里去 关于这三角关系也一直都是观众关注的焦点 要关注节目的观众都知道 在这一季的心动的信号4中 心动小屋一共入住了九位素人嘉宾 四个男生和五个女生 如今心动的信号4也已经收官了 没有想到在这九人当中竟然成了三对 这也挺令人匪夷所思的 一直都有观看节目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除了陈思明和方斌涵这一对CP 让人看起来感情十分稳定以外 别的嘉宾似乎都没有太明确的方向 大家也以为在节目收官的时候 或许也就只有陈思明和方斌涵能够成为一对的 不过在收官的时候 却是有三对情侣出现了 除了陈思明和方斌涵这一对以外 还有邓凯卫和罗家月竟然也都成为一对 不过这一对能成似乎也在观众的预料当中 因为在节目中邓凯卫一直都非常努力追求罗家月 他的目标也都十分明确 邓凯卫还在节目中表示 又是罗家月在节目中没有答应跟自己在一起 到了节目外也会依旧追求他 所以两人会成功 自然也是可以预料到的 马子嘉选择孔乳醇 而红橙橙独美 要说最令人关注的还是 马子嘉在红橙橙与孔乳醇之间 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 而马子嘉的最终选择 却是与自己相处的很愉快的孔乳醇 而红橙橙则是独美 在心动人信号4收官之后 马子嘉和孔乳醇两人还官宣了恋情 如此说来 两人其实在节目牵手之后 就已经在一起了 不过因为节目还没有播完 所以两人不能递时间官宣出来 在两人官宣恋情的时候 有不少网友都开始心疼红橙橙 毕竟红橙橙好不容易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终于勇敢主动 但是没想到最终还是独美 其实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能够看到红橙橙独美 这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在很多人看来 马子嘉并不适合红橙橙 因为对方有一些悠有寡断 如果遇到两个同样喜欢的女孩子的时候 她会犹豫不决 而红橙橙则是适合更好的人 马子嘉这样的遇到更好的风景 会选择下车 所以跟红橙橙并不是很合适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红橙橙独美才是最好的结局 希望红橙橙能够找到一个偏爱自己的人吧 心动四中的三对牵手情侣 这一季的心动的信号四堪称是炼宗天花板 在前面的三季节目中 虽然也有素人在节目中牵手成功 而且下了节目之后 还能够在一起的情况 但是要说一季节目就能够促成三对素人情侣 这还是挺了不起的 以前的节目顶多只能促成一对 但在下了节目之后 却又因为种种的事情闹白 若是没有记错的话 赵奇君和杨凯文这一对 已经是令宗节目的顶级天花板素人情侣了吧 两人即便是下了节目之后 依旧是过得非常的甜蜜幸福 到现在也没有分手依旧你浓我浓的 就是不知道这一次心动的信号四的三对情侣当中 是否能也能够走得长远呢 虽然目前亲手了 但这还不算 毕竟日子还长 能够一直走到最后的 这才是最了不起的 心动的信号四中的三对亲手情侣 一、马子佳和孔汝纯 这一对在节目收官之后变官宣的恋情 还晒出两人的亲密合照 最终马子佳还是放弃了洪成城选择了孔汝纯 之前也有不少网友扒出 马子佳跟洪成城已经在一起了 看来这是真的 二、陈思敏与方斌寒 这一对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意外 陈思敏从一开始就坚定不移选择了方斌寒 而方斌寒虽然也有跟南四大雄接触 但是他也依旧是坚定着选择陈思敏 不像马子佳一样 犹豫不决 之前也有不少观众不太看好这一对 不过在后面的节目中 这一对非常甜 两人最终牵手了 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吧 三、邓凯卫和罗家月 虽然两人之间相处的时间并没有很长 但是邓凯卫一直都在为罗家月做各种事情 或许罗家月被邓凯卫感动到了 这也是能够理解的 而且两人的年纪也不小了 能够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个喜欢自己的 跟自己喜欢的人的确是挺不容易的 两个人心心相惜也不奇怪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